好久不见的詹家姐妹 网球国手詹永然和詹浩琴 16号现身百货公司 为法国高级巧克力店站台 大家都知道 巧克力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科学研究也指出 吃完巧克力会有恋爱的感觉 不幸的话 为她们就知道了 就是时常在恋爱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喜欢吃 就是70%以上的黑巧克力 然后其实黑巧克力对身体也非常的好 其实我跟姐姐比较不一样 我喜欢吃70%以下的巧克力 每次吃完都有就是恋爱的感觉 恋爱要谈 球当然也要练 最近詹家姐妹 人就维持一周五天的练球量 但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 法王不但严赛 而且现在传出 有可能取消混双赛事 这对寻求混双三连霸的姐姐詹永然来说 当然可惜 但她本人倒是看得很开 如果能够有混双可以打 当然我很开心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也是疫情之下不得已的决定 那我觉得其实像正常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刚打完法王要转草地嘛 所以既然去不了法国 我们就来这里 享受法国的巧克力 对啊 因为疫情关系 世界体坛大受影响 但也给了詹家姐妹 更多时间在温暖的家中 享受和家人相处时光 同时在台湾吃吃喝喝享受生活 用顺其自然的态度 面对接下来的动荡 静好自己本分随时准备好 回到赛场上 回来提前采访毛豆 好 好 谢谢大家